或者我給你一個公司戶口 你存款之後記住 不要問我什麼時候拿 貨到我會先按訂單 誰要先入錢的 就派貨 海外的朋友就稍後了 為什麼呢 我們還沒空 因為現在一件貨都沒有 因為通常我們做海外生意 我們會看一個重量 然後拿一個中間數 譬如美國要100元 澳洲80元 越南要75元 我們加加減減 我們都是factor的 於是90元 我們給了那個郵費 我們才會放在網上架 海外的朋友放心 只要你訂明的地址 我們就會和你配合適的火牛 Transformer等等的東西 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家庭都需要擁有的 我認為一個合理 有理性 效益的家庭 如果沒有一部Street TV 你全部所說的都是含家產 真是王輝 因為這部Street TV 實在我怎麼說呢 我買回來賣了 只有一部電腦開門 有一部這麼小的電腦 你有沒有看到 去到外國酒店 我要回覆兩個email 雖然電話能做到 始終是不及電腦的大屏幕 對吧 而且做得很快 所以我是非常推薦的 記住1088和1388 沒有現貨 最快的貨應該是下個星期 明天我有十幾十部 有些朋友 你上來看 或者我會逐個通知你們 明天我最主要回來做示範 最快如果你訂貨 應該下星期尾會有貨 但如果是二三八步之後 那些朋友 可能要再下個星期 所以到現在 我也很感謝深水埗鴨寮街的朋友 我的聽眾 就說可以幫我賣 但我暫時不想賣產 因為我都不夠貨應付 我一定要解決生產 那些問題 我就可能會批外 或者買去海外 大規模的 如果你說一隻產品可以上市 那都算是奇蹟 就好像我昨天說過 這個供應 其實我可惜的 它的貨是可以的 它的貨是非常可以的 就是送貨 搞了一個月 收貨 我親自給電話 都說它是星期一 應該今天來不了 明天來四 不是 應該是星期三、四來 結果星期三、四都沒有來 充分過去